抢劫近几年在加州人民的生活中已经变得有点见怪不怪了 打开手机看见新闻发现有哪家店又被抢了 某个人在某个广场又被抢劫了 好像已经变得非常频发 尤其在过去的感恩节期间 抢劫事件大翻倍 旧金山洛杉矶这些大都市都成了抢匪的目标 警告社会的图案发生过程 在网卡 ingredients下法 但您们坐在ję你都看到 Later in Union Square, here's what we know. We just got off the phone with SFPD. They say this is still an active crime scene. This started around eight o'clock this evening with a smash and grab of the Louis Vuitton store there in Union Square. When officers arrived, they said they saw several suspects. Multiple people have been arrested. There are reports of vandalism at other retail stores as well. A heavy police presence in this area right now. A reporter on the scene, overheard an officer 除了平时就已经成为 抢劫人员日常光顾的Walgreens 像是名牌店LV Gucci等都遭到了洗劫 有80个人开着25辆车 洗劫了Northstrom门店 40人抢劫了海沃德购物中心 Southland商店 24号那天 劫匪还抢劫了采访感恩节 当地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 打死了电视台不请的保安员 这些打劫毁坏加起来 让企业受损上百亿的损失 感恩节前后 旧金山的窃盗案 较2020年同期增加了88% 洛杉矶的凶杀案增加了17.3% 纽约在交通工具上犯罪的案件 增加了141% 芝加哥谋杀以及性犯罪的案件 分别增长了133%和81% 左派在对待这些惊人的数字 以及犯罪案情的时候 可跟对待新冠肺炎的态度 一点也不一样 国会女议员最会说谎的AOC 针对这些抢劫跟杀人 她的说法是 啊 这些事情没有真的发生吧 在华盛顿时报的采访文章上 AOC说 对于很多这些指控的盗窃犯罪 其实并没有发生 我相信这是加州的Walgreens引用的 但是并没有数据能够证明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 左派媒体CBS 对于Walgreens的被抢劫事件 是怎么报道的 连左派的媒体也都这样说 这些视频的证据还不够吗 感恩节的时候 都有保安因为这种事情死了 还不够吗 商家承受的各种损失还不够吗 要证明这一切其实并不难 只要你AOC自己来一趟旧金山 你自己去走一走看一看 你就会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在AOC发表了这样 睁眼说瞎话的言论之后 零售行业领袖协会 通讯高级执行副总裁 Jason Brever 马上在泰晤士报上回应 说AOC他根本 就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 数据跟视频证据 全部都清楚的表明 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 日益严重起来的问题 那不光是AOC 白宫发言人 Jen Psaki在简报会上 也被记者问到打砸抢的事情 记者问他说 你认为是什么造成了打砸抢 日益严重起来呢 Jen Psaki说 打砸抢的根本原因 当然是因为疫情啊 所以他的逻辑是因为疫情大家都没有收入 没收入就吃不饱饭所以就要去抢劫吗 我不知道这些好饿好饿的人 为什么不去抢超市里的面包 为什么要去抢Gucci跟LV的名牌包 难道皮包啃起来味道比面包要好吗 还好Niji Niels没有开店在那里 不然这帮人就不回家啃皮包 改喝指甲油了 Niji Niels的指甲油价格非常的亲民 但却拥有大牌的品质 更加吸引人的是独特的颜色 以及市面上最高规格的Tenfree的材质 只要登陆Niji Niels的网站 你就做好准备来意见你最心动的颜色吧 一双漂亮干净的手是充满气质的展现 在这样一个节日的月份中 Niji Niels特别搭配了节日礼盒 送礼自用都是棒棒的 现在赶快来登陆网站NijiLA.com 来选购你最爱的颜色吧 结账时输入折扣码 AI News 10就能够获得九折的优惠哦 这些打砸抢的人充分的得到了尊重 并且白宫给了他们非常充分的理由 可以继续大规模的打砸抢 因为他们只是吃不饱饭的穷人啊 同样吃不饱饭的不光有穷人还有警察 上周五旧金山的一家叫做Hilda & Jessie的餐厅 要求三名警察离开 不可以在这里吃饭 因为工作人员对他们身穿的警察制服 以及身上戴的武器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把警察赶走了之后 这家店的老板随即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声明 说我们的饭店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尤其对于跨性别的人以及双性恋人群 而事实是这些人他们穿着制服身上戴着多件武器 这让我们的员工和其他客人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我们要求他们离开 我们欢迎他们下班之后不穿制服 不带武器的时候再来 我们很抱歉这个决定让您感到不安 我们理解您的观点 我们也希望您能考虑我们的观点 在发表完这个声明之后 这家店在Yelp上面的评论一落千丈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特别跑到Yelp上面找来看 发现这家店的评价现在变成只有一颗星 点进去一看 大家留言的内容都是对警察大力的支持 当然这个店家可以选择不接待 他们不想要接待的人 但是警察没有办法选择 他们不保护谁 在越来越乱的旧金山 在警察执法面对越来越多的困难 从政府而来 有越来越多的要求来挟制他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在混乱的时候 尽他们的力量保护了人民 我并不认为警察跟跨性别的人 对于饭店的从业者来说有什么不同 我也并不认为跨性别人群来到餐厅吃饭 就比警察吃顿饭要更加的安全 跨性别人群在左派的推崇下 地位渐渐变得比普通人更高了 他们是一个文化的象征 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更是学校在极力推崇的方向 在Virginia州的Lowden County 经历了一名14岁的女生 在被穿裙子的男生 在女厕所殴打强暴的事情之后 这个事件变成了全国的新闻热点 但是各个教育机构 好像根本没有从那件事里面 学到任何的教训 在洛杉矶市中心的VSPA 允许男人进到女性洗浴间 妈妈带着女儿在里面换衣服 突然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的时候 左派好像也没有从里面学到任何的教训 让小女孩看到成年男人光身子怎么了 14岁的女孩在厕所被强暴又怎么了 这都是爱的一部分呢 这都是包容的一部分呢 芝加哥公立学校发出了一条精心拍摄制作的视频 向大家来宣布新学期新气象 我们进步了 芝加哥学区CPS是全美国第三大的学区 有675所学校 学区现在要求所有的学校 必须把所有厕所门口的标识牌都换成部分性别的 这样做是为了促进性别平等 不仅是学生的 连教职人员的厕所也都必须换成这样 也就是说 以后在芝加哥学区的675所学校里面 不管男人女人 都会在厕所里面 抬头不见 低头见 这新学校是开始了 我们的学生们回到我们学校的学校 五天每天每个月 除了我们的学校 每个学校的学校是一种安全的学校 我们也在做更多的学校 更多的学校 一切改变成为了学校的学校 是我们的学校 在公司的新法规律 所有学校和学校的学校 都会有 fair和 equitable access 到学校的学校 vil meet his gender identity we will be providing all schools with updated signage that makes our bathrooms more inclusive it will identify the fixtures available in each restroom and make it clear that all restrooms are open for use by anyone who feels comfortable staff will continue to have staff only restrooms available to them this is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step to increase gender equity for all which is why we will be requiring all schools 学区说这样是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谁会想要和异性一起上厕所呢 不分性别的厕所既恶心 又给学生和学校的员工都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如果这个规定开始实行之后 有多少人宁可跑到学校附近的店家去上厕所 也不敢在学校里面上厕所了 这条规定到底是为谁实行了方便 还是只是学区为了表明与左派站在同一战线而发的声明 民主党一直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拉拢选民 支持各种打砸抢的社会运动 各种LGBTQ的运动 各种变态的法案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玩火自焚 民主党正在因为他们这样的对策而失去更多的选票 一位女权主义者同时也是民主党人的Kara Densky 向民主党发出了警告 马上停止推动性别认同 男人就是男人 女人就是女人 男女同侧 同更一世 就是对女性极其的不尊重 已经有很多女权主义者因为这样的原因决定再也不投票给民主党 E the movement to sort of promote the idea that men can be women is fundamentally Anti-feminist It is Anti-woman and it is very politically regressive 每个人都没有男人, 没有人没有说, 这是不正确的, 只是说了让人说, 一些人是某种性的性格 人们的性格是不正确的, 我们必须不害怕说, 不管是位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的政治。 政治人们都通过我每天都通过, 我听到不过革命在社交媒体上 在我的邮件上, that they are absolutely fed up input w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doing on this topic and some of them say they'll never vote democrat again some of them say that they have unregistered with the Democratic Party iller connected as independence i know at least two women who voted for Donald Trump last year because of this issue these are women who despise Donald Trump cannot stand him did not vote for him in 2016 but voted for him in 2020 because of this issue 这根本已经超出了政党问题 这是基本常识的问题 如果一个大老爷们 非得说他自己是女人 非要进女生的厕所和浴室 这在几年前都是会被马上抓起来的 但是现在他们可以完全的昂首挺胸说 我就是女人 你们谁敢否定我的说法 那就是歧视 这样的行为对于所有的女性来讲 都是极其不尊重的 是非常危险的 左派为了政治目的 可以牺牲孩子的安全 牺牲女性的安全 牺牲美国人所有人的安全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被唤醒 越来越多的教会被唤醒 愿意主动来了解 来参与这些 他们以前根本就不感兴趣的政治 在这些方面 我们可以做的有很多 买ID面膜就亲身参与在里面 每年都有大量的孩子 被从人口贩子的手中拯救出来 年龄又小的他们 被人贩子掳走之后 都经历了非人的虐待 为了让这些经历过噩梦的孩子 不仅从身体上得救 也要从心灵上得到释放 让他们得到完全的医治 不再被过去的伤害所捆绑 能够正常的回到学校中 社会中 基督徒保守派企业 买ID面膜一直都在为这类人群服务 给他们传福音 帮助他们获得治疗 能够得到重建和治愈 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回到社会中正常生活 买ID面膜的精华液 是使用非洲的神秘果提取物 精致而成 适合所有的肤质使用 包装大气上档次 每一支精华液 都是完全与空气隔绝 在使用时 将蚕丝面膜浸泡在精华液当中 然后敷在皮肤上 每一支精华液 都有特别的多给一些 非常非常的足量 可以用来涂在脖子 手臂等部位 女人在好好爱自己的同时 也可以祝福和帮助 这些被噩梦伤害过的孩子们 在结账的时候 使用折扣码AI News 还可以免费获得一套眼膜 神的施工在各个岗位上 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买ID面膜在帮助受伤的孩子们重建 而在另一边 我们看到 在10月份的时候 被海地绑架的基督徒宣教士们 在昨天又释放了三名出来 这个事件是在10月16号的时候发生的 由16名美国公民 一名加拿大公民组成的小组 在这17个人里面 有6名男性 6名女性 以及5名儿童 在海地做事工 当天的行程是去探访孤儿院 就在探访的过程中 这17个人全部被绑架 之前有两人已经被释放 昨天又有三人获救 现在仍然还有12名宣教士被绑架当中 基督徒援助士工呼吁大家 从今天开始进行为期三天的进食祷告 集中精力为那些还在被积压当中的兄弟姐妹们祈祷 希望他们能够快快的被释放 与他们的亲人团聚 让我们来一起响应这个代道请求 不管我们身在哪里 神说 一人发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非常感谢您的爱心支持 也感谢您附上的祷告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事工 也欢迎点击下方的链接来为我们买一杯咖啡 支持我们的事工持续运转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